舊男人趕到現場 將困在車子裡的男子拉出來 隨後固定頸椎 趕緊送醫 救護車衝下山 就是要趕緊搶時間 事故現場會在南投仁愛山上 光是送到最近的醫院 就得半個小時車程 上午的這期翻車意外 六十三歲的羅姓駕駛 沿著通往萬大水庫的產業道路行駛 因為會車不慎 車子因此翻覆 回到現場 貨車橫擋在山谷邊 差一步就要墜谷 寬度只有兩米多的產業道路 完全中斷 索性救回一命 有仍愛通往萬大的這條產業道路 當地農民來往頻繁 不過每逢大雨或是颱風季 道路就會攤方 居民還是得冒險通過 有居民認為 李朝青涉入災修必案 讓修路的錢都沒有了 不過公所表示 這和當地的地形和地址有關係 公所表示 仍愛山區的地形險峻 地勢多為破碎延程 每年都要花費六百萬以上的緊急救助金 來搶修崩塌 況且山區的施工難度相當高 發包也不容易 諸多因素之下 當地居民也只能夠繼續 在危險的產業道路和老天不命 藉由林健森 彭煥群 南投報導